接下来为您播出热线1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男孩叫刘安清 黑龙江省大庆人 从出生开始 他就和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 三年前他被查出 左腿长有一颗恶性肿瘤 虽然经历整整一年的治疗 他的左腿还是没能保住 这是刘安清的妈妈 由于小时候发烧 治疗不及时 他的脑子落下了饼根 照顾自己都有困难的他 只能将安清寄养在娘家 好在他住的离娘家并不远 平时经常可以过来看看安清 老姥觉得命运对安清真的是不公平 从出生就没有得到过父母的关爱 好端端的大小伙子 如今又少了一条腿 可是与姥姥悲观的情绪不同 刘安清每天都是笑呵呵的 如果不是看到他空荡荡的裤腿 人们很难把他和癌症联系起来 别人问他也会哭 有可能我俩就一起出去 他可能就说 哎呀 就是你这个外孙子怎么了 或者不认识说 小伙子你腿怎么了 然后他就会和别人说话 就哭了这样 你是会因为 骗着你老婆比较担心 所以就是这样全能回笑的吗 那没有 这种微笑 这只不能说这被强迫 这可能就慢慢的一个 还是想通了 就想通了 如果这个真人确 到底这个怎么办 怎么办 可是命运似乎觉得 对这个男孩的考验还不够 就在他慢慢开始适应 一条腿的人生时 他的人生之路上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障碍 这是一个一般人几乎不可能跨越的障碍 各位中文好 欢迎您准时守候 这里是热线十二特别节目热度故事 我是曹东 那今天呢 我们将继续的来讲述 刘安庆那个未完待续的故事 在上期节目中啊 我们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事实 在三年前 因为骨癌 刘安庆不幸失去了 自己的左腿 但是他留给大家的一直是阳光灿烂 坚强的那个安庆 但是毕竟啊 这个病魔在他的身体里边非常的不老实 癌细胞到处乱窜 现在几乎已经遍遍了他身体的各个部分 在今年的九月十七号 刘安庆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 这应该是他治愈自己的身体的最好的一次机会 而刘安庆自己却说 这是为了原家人的最后一个梦想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来看 刘安庆已经辍学三年了 三年前的一次体育课 刘安庆摔断了腿 这次意外 确诊了刘安庆 是一名骨癌患者 以让刘安庆的人生充满了险象还生的不确定性 有没有你的那个朋友过来看了你 所以开始有过 但后来慢慢就没了 没了 他可能叫我 你在哪 我说 就没话题 然后我就该干啥 他也在那 也习惯了 说句不好听话 就是地球离了 谁都能转呢 就是找到自个这个解开自个运闻的方式就可以了 今天安庆和表弟来家里玩 虽然年纪相仿 爱好的游戏也一样 可是安庆和表弟很少能找到共同语言 我说我表弟都说呀 他就说他会跟我说 我喜欢那个女生 他说跟我说清理期 我说你啥清理期呀 人十六岁 能给你啥有钱呢 你就天天没吃的哄呗 天天上学 接放学 上学下学 买早餐 你就挨个座呗 一归几百块钱 你看你又有钱了 不过现在还好 你觉得这些都是很幼稚的行为 非常幼稚 太幼稚了 就是纯熟那种没事干 才会想到这些事情 安庆的妈妈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最近她的心情不错 因为女儿花钱给安庆买了机票 想让安庆去一次北京 安庆的妈妈只知道儿子这次要去北京看病了 可是她却并不知道儿子要看的是什么病 2013年8月 长期咳嗣的安庆被查出 肺部有阴影 2014年8月26日 安庆的胸腔里显示有两团阴影 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她的左肺液下部 还有心脏附近 她接着不是 回来待了两个月 待了两个月又走了 这次就一定是有病 那样就苦死了 姐姐苦死了 她接着给她 她接着是她给她买钱 她给她买钱买 要她坐了没上过那些 接着回来她回来一趟安徽 她什么病这么大 就回来自敢回来 她回来老家回来一趟安徽 再到河边治一趟治疗病 你哪里没去 停在上班去去 她说要她去吧 要她去 要她去走走 阿贴说 老老 你也跟我去吧 我也是说 老老 你也跟我去吧 叔 你过南外了 这不一家伙伴 估计是火了 没啥了 没有那种红杂 估计是火了 那还有一点 留着吧 你再喝吧 安庆的妈妈不能像姥姥一样 为安庆熬药 她记性不好 不敢使用明火 可是对于儿子摔断腿的事 即便过去了一千多个日夜 她都记得很清楚 躺到这儿躺了几个小时 就那么短 冬天的 她是冬天的 你就知道这小时吗 不知道 十月 我问她那个安庆熬药呢 她不是 她不懂 我看她知道 十月才是吗 对 十月 那是冬天的 冬天的 说了吗 不想到 还没下雪呢 一段雪都没有 她竟然躺那么长时间 涮了 涮了 没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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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也没穿 涮了 穿毛裤 由于要去北京 考虑到人生地不熟的问题 安庆决定 趁着有时间 先理理发 对于自己的发型 安庆只要求一个简单 这一张理发师 省了不少功夫 在街坊邻居的眼里 刘安庆失去了一条腿 还能每天笑容满面 已经十分可贵 可是几乎没有人知道 刘安庆的胸腔里 还有两颗恶性中流 结果我老李就是 只要能活着你甭管吃 多重要 你的想法跟他不一起 还行吧 看怎么死 看怎么活 你如果要不像那些每天插着管的那些人 你还不让我这些去了 那种多难受啊 你就插着管 浑身插完 一下自由都没有 那还不如去的 你要活着 也不应该说 它也活出自个儿的精彩 就能活出 你就能感觉 你能把自己的这个架势 就活出去 刘安庆家里有一台好心人 送她的轮椅 但是她几乎不用 她说 想趁着有力气走的时候 多用自己的腿 在和我们聊天的时候 她经常要突然停顿 用深呼吸 一直剧烈的咳嗽 她的篮球还摆在书桌附近 她说哪天身体舒服了 她还能打打篮球 你有想过 就是跟你老老爷 是不是能去外面玩一玩 那都没有 我就感觉 在这个小活的 我就感觉挺好的 就没必要就费得去一些 留的地方呀 才算这个散心 才让心情好啊 那些都太起 直接说你想玩 我就感觉我天天在家 我就感觉很好 因为现在对于这种 就是很多这个子女 不能陪着老婆 就是老婆 就是工作忙 但是我费钱 会有时间 不让我费 由于姥姥姥爷身体不变 刘安晴只能和爸爸 一起去北京求医 提起自己的病情 她显得很轻松 在这个家里 唯一能像她一样 叫得出来的人 只有她的妈妈 谁也能质好 谁也能质好 那质好就好了 你得告诉你的 我用告啊 我得自己也想吧 想着就用告 那质好也行 不知道你北京 古兵的北京的公家 看来不知道就完了吗 还是会了吗 反正我妈妈也不哭 我妈妈也不哭 不哭 不哭死 不哭死的孩子 年轻却不至难 她是一个家庭的顶良度 就更多的是为她什么 我倒是不瞅我的意义 小谭生死瞬间 如果苦难无法避免 就绽放一个潇洒的笑容 双拐少年的微笑 热度故事正在播出 好 今天呢 我们继续讲述 微笑男孩刘安庆的故事 那安庆呢 今天照例被我们请到了演播现场 这位是大家的老朋友白玉老师 本来我们的特约评论员 安庆 你实际上一边说话的时候 一直在咳嗽 这是因为癌细胞扩散的作用吗 是 肺里面有一个肿瘤 它也这么大 那是8月份 8月26号 不知道现在多大了 然后心脏 你现在不是来北京了吗 医生没给你照片的吗 给照了 今天下午才能出来 等于录制完这期节目之后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肺部的肿瘤有多大 是吧 对 你决定怎么处理这个东西 怎么处理 我一般就回家待着了 你不想治是吗 我觉得治没多大作用 无非就是化疗 然后手术 我觉得这种太伤身了 而且也没有这种治愈或者治好的可能性 可能性 我还不如回家 我这种该干什么干什么 感觉这种就放飞我时间 你觉得是瞎耽误功夫是吗 对 还不如回去玩游戏呢 那你之所以来北京 刚才你说了是为了原家人最后一个梦想 对 主要是我姐和我老 他们就是比较怕失去我 就是比较怕我这个趋势 那时候我大概来我中间我得拖了 都有半个月 几乎每天我姐不是在山洞吗 每天就是天天给我打两层变 然后我老爷和我说 说你什么时候去北京 你什么时候去北京看 我说你们招什么急 我都不着急 等于你来北京治病是给他们治的 而不是给自己治的 对 你自己认为不治也可以 无所谓 是吗 我觉得我不治也有生还的希望 对 好 那你自己感觉 在生命之后 似乎比原来明白了更多的事 你都明白了什么事 更能理解一个孝子吧 孝顺的孝 对 我现在认为我在我老的姥爷身边 会让他们很安心 吃得安心 睡得安心 现在到北京来 我老他就可能会吃不着饭 吃不着觉 我老爷可能可能是 但是如果我要是在家的话 他们就不会 他们会干什么干什么 就溜玩溜玩 他们比较就很安逸 我就感觉这就是我体现 这个孝 好 白宇 看到这儿你的感想 我特别想完全一个问题 比如说现在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或者说人生的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吗 主要还是想和姥姥姥爷待在一起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的真诚 当我们面临生或者是死的时候 往往一个人内心的力量 能够决定他接下来走下去的路 安心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特别乐观的阳光的大男孩 平时刚才跟我讲说 我就是打打游戏可能都挺好的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他的内心深处 孝顺已经成为了他非常大的一个动力 他愿意让曾经为他付出过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加的快乐 其实这种快乐的获取 是安静本身他自己也能够感受到快乐的一个动力 坚持下去 我觉得你的乐观 你的笑容会更加的灿烂 实际上安静还有一个更大的事要做 这也体现在一个笑子上 那就是他一定要在自己的 我不愿意说那个词 他要抓紧时间 办一件大事 就是帮助自己的父母离婚 他要抓紧时间 何不出来 你想打凉了 还灵好 没敢打 快点 过来 过来 我过来 你都坐里边 没事 没事 你快考虑 我那边 我坐 没事 没事 没有 有 没有 你别睡了 没事 你坐就坐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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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乖 又要让我二周一了 又咋了 别说 他晚上红了 二周一了 二周一了 对对对 昨天柳安庆应志愿者的邀请 去看望了剑动人患者王家宝一家人 在这个三口之家 平时几乎没有访客 只有两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 和一个苦闷的想要自杀的母亲 没有惨是惨的 就像我刚才说 这有可能在肿瘤院 说刚出生的一个人 他就已经获成了肿瘤 那相对于我来说 那我觉得就是很好 你又说啥 没话说的 也没洗 有些孩子刚才没洗钱 对对对 你又给他钱多 对对对 你还挺故意的 你还说 当他一起说 他也是那种想法 那就是比如说 我这么说 那个死了 没了不就没了不共同 那我这么说 我还能看着 包括王家宝 包括王家宝 你俩要这么说 你俩能不能收尽 比如说很 就是很 我认为很惨很惨 假如明天就都死了 那你现在啥行不行 你也这么看 明天要死 那我要是明天死 那我得分 那得分 那我今天什么呀 如果像我渴了 如果不是 我就都会会憋死 你别让我最后憋死 你别换着我 吃饭撑死 或者说睡觉很安静的 死 就这样就可以接受 你别整个 太拿了 与安静聊天的过程中 王家宝妈妈心情 得到了很大宽慰 临别时 家宝妈妈 一定要让安静 今天再过去一次 为了迎接安静 她特意包了饺子 这是他们家里过年时 才会享用的大餐 天天她俩能洗脸 再洗手 一天早上就得傻心 两张脸 不能这么说 在你眼前 她就抱怨了 真说的 吃饭了 妈妈妈 你可以吃了 我喂你哥 帮你吃 这顿饭安静 把放在她面前的饺子 吃了十几个 家宝妈妈一再劝她 多吃些 可是由于身体比较虚弱 安静平时的饭量都很小 为了让她多吃 姥姥换着花样的蔬菜 我家吃饭吃 我吃不下去 就我老 就难过 就我吃得多 就跑去 但是按照正常的角度 就是很多都强迫自己吃 在这顿家宴上 每个人都比平时吃得多了 可是大家都不愿意 先放下筷子 原本在安静的家里 也应该有一场热闹的家宴 可是她知道 自己的家宴里 一定会缺少一名男主人 谁家没鱼啊 不是 爸爸你买啥了 啥也不用买 你给我妈买点东西吃得了 你给她买就行了 我不用 好吧 这是我们在采访期间 记录到的 唯一一次安静和爸爸通电话 原本答应回家看看的爸爸 最终没有回来 安静又一次失望了 当初是我妈 有一天这个来了 拿了一个手机 然后我翻转信才发出来的 我爸哥很多女的房子 一百多条 就是感觉是我们家 就隐忍很多年了 我就感觉不应该再隐忍了 我还感觉离婚比较好 安静要帮母亲和父亲 打离婚官司 这是她在得知自己 癌细胞扩散至肺部和心脏后 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 这感觉给别人一种很耻辱的感觉 就是必须得洗刷 洗刷下去 就是给我妈 手上都给我妈 就留个这个 以后的养老的房子 就更多的是为她整理 我倒是不愁我的有 不是你这个年龄短 比如说不是你 作为一个病人 该操心的事情 还行嘛 有些几岁还都不也是 从小当家了 很正常 你觉得你在当家 可能吧 或者说 完成一件东西吧 就可能就把这个当作任务一样来完成 我要忘电话 你可以有这个 就是说 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留下 今天在安静出门前 志愿者们去了她家里 送来了中秋节的慰问品 一位热心的女志愿者 在听说安庆家的遭遇后 决定尽量帮一帮她们 能够帮不识字的母亲 征得养老用的房产 成为了安静的使命 虽然她的健康情况令人担忧 但是还有很多她爱的人 需要她的保护 从王家宝家里回来时 天色已经很晚 这块月饼是之前志愿者送来的慰问品 即便之前的饺子还没有消化掉 安静还是咬了一口月饼 今天是2014年9月8日 农历8月15 窗外的月亮又大又远 我承认我是晚期 但是我不会承认 其实我就是很快就 濒临死亡这种感觉 就是有一次想过 但是就想得很快就翻页了 那一次是什么触动你去想这件事情的 那时候就是 这不是有那个嘎子吗 就说猴子吗 就这么想 哎呀 难道找到外面呢 不可能吗 这命运有点惨呢 都跑到外面来了 但后来感觉不应该是 如果要是他长了 这几年的时间 足够他在长很大很大 但一想也没有 那咱就是想多了 那就继续睡觉了 你别睡也没有这样子 可能咱弄了就好 睡觉前姥姥发现家里的电话不好用了 想让安静帮忙看一下 安静觉得有些累了 电话就流到明天休吧 今天他只想早点睡觉 有可能你做的梦 就一直有可能在这个梦里 就因为做梦也比较真实 这种也感觉好 每天他传过 没死了 没啥子 没死 没死啥子 那是纪念的时期 我要被鬼魂的梦上的 在最高点 趁着夜空 有千飞 我要自己做一些好事的 从山前 这就好运 一天的夜 一直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 照亮了一些 我感觉 这就够了 发现平凡人中不平凡的故事 大家先来看这个 非常的漂亮 这是我们记者采访归来 得到的一份礼物 那送礼物的人 那是王家宝的妈妈 他说非常感谢我们的栏目组 那么家里边实在拿不出别的东西了 这是他亲手秀的十字秀 在这非常感谢王妈妈 谢谢 下边呢 我们聊一个稍微沉重的话题 我知道 安静你一点都不忌讳 就聊聊死亡 你觉得死亡是什么 可能就是睁眼闭眼就过去了 是吧 就可能你睡在床上 就可能今晚睡下家庭 可能就争不开眼了 因为我住的 比如像这种老年社区 就可能几天几个月 就会有一位老奶和老爷去试 像雨 就有可能 也是有点习惯了 就感觉死亡也很简单 那就是睁眼闭眼的事 你想过没想过 这一天会轮到自己 如果轮到自己 你觉得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首先 我还以为死亡 八九十岁 或者七十八十九十 这种 现在谈论确实有点早 很早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安逸的死 比如躺床上 第二天就睁不开眼这种感觉 就没受什么罪 是吧 安静的离开 就比如要是我肥里面肿疗 还是咳嗽咳嗽 最后就是窒息 我感觉那种憋恰 咱不这样 所以说感觉这么整 还是比较好 对 我老说这个死而无憾 如果这个词放在你的身上 你觉得怎么死去就没有遗憾了 你要办什么事 还是先替我父母离婚 先把这件事给处理好 先把这事办了 是吧 对 刚才我看到 你在家宝家里边 在吃饺子的时候 是不是这么一吃饺子 你一下就想起了你的父亲 也没过多的想 因为从小也是和老大姨一起长大的 对于我父亲 怎么说 比如他像什么角色 跟叫点工什么差不多 就可能 比如管他要吃的 就是我不给他打电话 我妈不跟他说 他也不会想起来 比如说我打电话 就说喂 就是爸 你给我买点什么什么吃 然后他就说行 就比如有一次 就是他去我姨奶家 他和我妈说 他要来楼上看我 我姨奶家在这边 我老家在这边 中间走路铺超过20米 但是他最后也没有来 所以说吧 就是从小对我父亲 这个含义就没有过多的含义 好像一提到你的父亲 你面露不屑 如果用几句话来评论一下你的父亲 你会用什么样的词 感觉就是没有承担男人该有的责任 没有做好丈夫 女婿 爸爸 这类 反而感觉男人应该自强 就是顶天立地 就是一个高大的形象 对 我们安庆以后绝对不是像他的父亲那样 是吧 我们是顶天立地的男人 是吧 其实刚才安庆谈到这个男人要顶天立地的时候 我特别想安庆一个问题 在你心里当中一定是有一个对比的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成为了父亲 成为了女婿 你会怎么样来完成一个男人的使命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生与死的关系 我们的生命可能还会延续很长的时间 你会做什么 我要是作为一个父亲的话 应该就是首先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也比较更注重这种亲情 然后作为女性的话就应该懂得孝顺礼貌 应该对自己这个岳父还岳母 应该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该做什么 我会这么觉得 你会觉得做好这件事情有很大的挑战吗 在我眼里我还是觉得没有挑战 我觉得应该都能做到 我觉得这件也不是一件难事 就比如可能就是你见到你的岳母 你总不能连一句妈都不叫了 但是我爸他就没有做到 你看刚才在王家宝家的时候 我特别感动的是 安静他能够很勇敢的来迎接这个挑战 就因为他去之前还会担心 万一说错话 对人家造成伤害怎么办 这是对一个陌生人 后来我就在想 那么对于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 就是除了你能够帮助他们离婚以外 是不是也可以拿出这样的一些勇气来 去直面的去面对他们 或许能够起到其他的作用 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到这种可以面谈的这种地步了 直接离婚得了 如果我要是自卫我爸 假如我妈制残我也这样 如果我要是他 我可能就会显得离婚 你没有这种必要这种硬挺的 王家自个还不高兴 反而耽误了这种全家人 对 你的态度非常坚决 家人的态度什么样 家人也不要支持我 全都支持 对 你老了他们什么态度 也是支持我 因为也觉得是这种过日子没意思 虽说也没感觉有啥好过的 对 你看白宇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边 我们确实感觉到这个段落 我们的安庆 它确实比同龄的孩子要成熟的多 是 这哪是一个孩子应该做的事呢 那他对于他的这种做法和他目前的这个处境 你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们说 人和环境之间它已经是交互的相对应的来发生作用 一个环境带着安庆一路走过来 安庆自己的话说他比同龄的孩子更加的成熟了 那么与此同时其实安庆也在影响了他身边的人和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包括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的他对这个病友的影响 他的乐观对周围人的影响 那么其实我觉得安庆现在可能年龄还不是很大 17岁 那么在未来你还会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 甚至是困难 他有这样的一个相对成熟 而且相对是理性的一种思维 我觉得会对他以后会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切记在遇到大事难事的时候 完全让自己的这种情绪的东西来影响你的理性 保持一份理性很重要 我发现安庆多事还是非常有考虑 他现在觉得当务之地要做的事是一件大事 帮助父母先离婚 离完婚之后你还有什么计划 你还想做哪些事 还是陪着姥姥姥爷 可能除了这件事之外 在我心里工作人员就是陪着姥姥姥爷 就是陪着他们 能多陪一会儿试一会儿 像这两年就可能 我姐可能催着我出去工作 说你都这么大了 你不老出去工作 你老在家玩电脑干嘛 但是我就想还得等我姥姥姥爷去之后 在工作比较好 那如果要工作 你觉得你能做什么呢 当前有点 有点心 相遇为命十三年 妇女俩如今却相隔数千里 就问我在这边过得好不好 自信的分离 浓厚的情感背后 竟是毫无血缘关系 因为亲生的都做不到 这究竟是怎样一对不是亲生 却生死亲生的妇女俩 救助战里的女孩 热读故事明日播出